Hello, 今集車禮去吃, 和大家去Rosewood Butterfly Room High Tea 這個茶坦稱是全港最難預約的位置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每個月的1日會開放兩個月後的預約位 當時我是3月1日預約這個5月中去吃 到底這個茶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我們看到整個大堂的感覺很舒服 但車友不要太早過來這裡 因為它的免費泊車只有2個小時 和吃茶的時間是一樣的 我們會看到第一個送上來的是一個黑松露蘆筍卷 我想它的菜式會轉的 可能各位就和我吃一樣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一個叫做Tea Sandwich 我們會看到它有4款的三文治 那天我問了我試應 他就說無花果那個要最後吃 因為味道比較重 我個人就最喜歡吃最後那個的松露三文治 之後就輪到它的鬆餅了 我覺得它的鬆餅就一般 再來就是兩個我很期待的環節 因為接下來這兩輛餐車推過來的甜品 它上面送過來的東西 是可以無限補充的 我本身就想著自己可以吃很多 但其實吃完兩碟上面的幾樣東西 其實就差不多很飽了 你看到它餐車上面的一些甜點 其實在它外面的甜品櫃都可以散賣的 大概78元一件 各位車友可以計算一下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吃本 因為這裡兩位下午茶是798元 再連加一 那泊車方面 兩個小時免費泊車 第三個小時是100元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我剛剛提車友 不要太早過來這裡 來這樣我們就看看駕駛路線 其實是不難走的 我們源自尖沙咀的梳士巴里一路走 留意一下這個燈位直去 不要轉右 過了這個燈位之後 我們就要馬上轉左 沿著斜路上去就是Rosa門口 那這次的車友去吃分享就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謝謝大家 好